所以我们在维生素E的摄取量上开始要加大 把他内部环境治理好了 一般的早产流产是不太会的 这个人很抗宗 就像我讲的一个例子 那个子宫五分之四 胎盘都离开了子宫 五分之一连着孩子都长了八个月活了 我是不是讲过这个案例 人本来是很抗躁很抗躁的 对不对 而我们现在躁到什么程度 躁到都能怀不上 对吧 你想想这个就是很厉害 人本来这个功能是很强大的 好了 还有谁 我遇到的一个朋友 他吃完蛋白粉就会发便干燥 有可能 就是这种人本来胃肠功能就差 B组最关键在哪 他的维生素B组缺乏 第二 他本身大便就有干燥的习惯 这种人你不能跟他讲 你不能跟他讲 他愿意听的 你就跟他讲 不愿意听的你就不用理他 就给他讲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这个还有可能 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去讲 我们服务的时候一定要过细 比方说 我对那些 好较劲的那些人 我都多一些 比如说今天是几号 2月4号 我跟他买过去 让他开始吃的 比如说一瓶B 我让他一天吃20 咱们的B是多少点 240 一天二十几天 12 对12天 是不是就结束了 嗯 结果我到了15天问他 吃了怎么样 没什么明显 这个时候你问他 那那个B还有多少 半瓶 各位 他按时 按量吃了没有 没有 就这么简单 你一伙的话你一问他 你是不是没坚持吃 没有啊我按你方案吃 你怎么说我怎么吃 我就知道你家里面 你这一粒都没浪 一次都没浪 没有啊 但是我还有半瓶 对吧 你们呢还有多少呢 要不要再加一点啊 我还半瓶了 一句话一句话 等一句话 所以大家在服务顾客 长期的顾客跟着你 就靠这个跟他 靠细致 靠我们的真正的心中 支持 把他的效果用出来 就好 但是有很多消费者呢 他都是用药的概念 吃上就好 所以他不会坚持很久 知道吧 为啥 因为没停客 所以大家尽量减少 我在国内 我自己的市场 想把病号带到我眼前 我一般不见 就来停客 你也不用销售 我也不见 要你自己能服务呢 就服务好 服务不好怎么办 带到客户 就在同学 哪怕是家庭聚会 我就讲几个问题 这里面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童话的作用 什么叫童话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共同去感化 这种磁场 力量是很大的 就像大姐说的 不过瘾 是吧 对 要单纯的一个一个跟你讲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道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 带到这个环境来学习 效果才好 当他听懂了 有感 有感受了 有感而发的时候 他又会坚持 这是最关键 来 还有什么问题 有很多客人 就是脱发 从西兰就是 所以实在普遍脱发的 我给他们推荐咱们那个香菇 有那个帮着生发 防止脱发 对吗 它是咱们香菇可能是 防止脱发 好 就这个问题提的好 这个问题怎么办 比方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刷牙 牙齦出血的 有 那我们历史建议牙膏 有没有防止牙齦出血的效果 有 有的时候我刷完了以后 照样出血 怎么办 牙膏不好玩 对了 这就是肚 这就是一个肚 所以我们在讲牙膏的时候 有的人就讲得很绝对 对 历史建牙膏刷上去好 绝对不出血 可能吗 就像我在市场一个小姑娘 你不刷牙肠都出血 你有牙膏管用吗 那严重的缺C 对吧 B和A 对吗 B和A 对 面积下 刚才大姐讲 哎呀头发掉 头发掉 从生理上来讲 是A和B 不够 对吧 容易掉头发 那你说我们那个 护发素也好 洗发水也好 有没有这个 养发护发作用 有 但是我肌体内已经乱了 你光从外面那一点 不管用 对 对不对 对 客人他吃WS 他头疼 他不吃了 没有这一说 你看他这就是典型的 不是 你没有这一说 来 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他头疼 不是 你回答我这句话 怎么能让我相信他头疼 我说我现在头疼 你信吗 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夫 我现在头疼 他知道我头疼 什么疼 对不对 我经常就叫他们请假 说老板不同意 我说你头疼 全世界都查不出头疼毛病来 能听懂了吗 是因为我们对产品的认知 没那么自信 所以你就害怕 谁吃了头疼 他吃了一个星期 他说他本来就是经常吃的 对 你看 还是这个 就是像 这个 这个我跟你讲 还是在你 所以我们 我为什么强调 我们一定要学习 要有自信 我们服务顾客的时候 全万不能听他服务 对不对 是你服务他 最后他把你服务了 对 不要听他 就是你的自信就在这 因为我们这些产品 你要自信在 就是说 他绝对不会导致头疼 反过来 你有足够的量 你比方说 今天我正好顺便讲 我没讲到的地方 这两天 信息量是不是很大了 是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 没讲到 我知道 有没有叫血管性的头痛 血管性头痛分两种 一种是收缩的 一种是什么 扩张的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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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表现形式不一样 有一种 发冷 这个多半都和这个女性月经有关 女性月经前 由于营养的流失激素的变化 本来缺乏维生素B族就严重了 这样的最容易引发血管性头痛 我们有时候叫他偏头痛 有的是在这两侧 有的是在上 说不准哪个地方 随着心跳那种动 有没有 来 有过来举手 哎呀 你今天来着了 那讲三天都没给他讲这个 你来 我从七岁就头疼 偏头疼 对 在这用 词共振的钱 给你结论一条 周期性偏头疼 查不出来 永远查不出来 我今天告诉你 你还费点词共振 你有这个词共振的钱 你给我 这不要钱 对我 这不要钱 这不要钱 谁带来的 什么叫血管性头疼 我们讲维生素B族 它可以增强能量转换以后 会带来一种什么 叫血管B的张力 会增加 当一个血管B的张力 什么叫张力 就是弹性不均衡了 有时候呢 到了这个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口袋式的松弛 血液 会形成一个口袋式的松弛 因为本来是一个压力 往这儿流通的时候 到了这个地方 处流就形成了一个窝流了 缺乏维生素B族 而导致的血管性的头疼 就是因为在这儿形成窝流 而导致的一种头疼 所以这个时候 足够的维生素B族 马上就可以缓解 甚至消除了 我看过有的四十年的头疼 没有得到解决 最后用一瓶B给它干了 就解决了 哇塞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再一种 叫神经性的头疼 和什么有关呢 和钙 它是不是可以调节神经 神经的肌肉的张力的均衡 也是靠它 所以神经性的头疼 加这个 那你要拿不准怎么办呢 拿不准这两样作为一组 只要它头疼你就给它 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女性特不痛 一部分男性 你像喝完酒以后 血管一扩张它就头疼 对吧 你看喝多了酒的人 第二天早上的头疼 都是血管性头疼 那叫扩张性的血管性头疼 女性多半是收缩性的 一来月经前冷 那一冷的这个头疼 没有人会问 只有单单一个问题情况 有的是人问 你先问吧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 你就发现 因为懂了那么多知识以后 你就开始对号工作 你知道 臂你也缺 带你也缺 关节铃你也缺 大白子你也缺 啥你都缺 这种情况下 看着确实恐怖 一吃吃到多 然后你确实会有一种 精神上你就会觉得 这么多东西进到这里边 行吗 你今天中午吃啥饭 没吃饭 早上呢 吃面包 面包 水果 吃几个 鸡蛋 吃几个鸡蛋 一个鸡蛋 几片面包 两面包 吃几个水果 水果 吃 berry 什么混的 一小碗 再加牛奶 水 不喝 加吧加吧 有这么一小碗有吧 多 多不多 不多 那你要吃营养素还能吃这么多吗 不用吧 不用吧 营养素有一半的体质过来 那你为什么会嫌多了 是因为你把它 营养素看成是药 把它看成是饭 反过来我吃的比你还多 我把营养素看成饭 我就觉得 我理解了这个概念 但是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你鼻子身体是一个整体的 然后你缺的东西那么多 它互相的这个 有没有一个交叉的一个 一个作用和反作用的一个 一个营养在这里边 我确实 我真的说实在的 我吃老多了 我就是真的有点害怕 不是害怕 比如给你现在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症状 然后我现在我就觉得舌尖怪怪的 很难形容 用词来形容 那种感觉 就像你吃 比如说给你吃一匙的 胃术 你的蟹口 你很难解释 舌头的感觉 然后我就因为有这个感觉 一直有一直有 我就想 你看这里吃多了 你都吃什么样 吃的不是 吃什么样 我啥好吃 谁的 嗯 有三种 我也是安利的 我 我 我 谁的好 我吃谁的 我知道安利的很好 我吃安利的大陆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知道吧 就我现在的经验 看你的脸色 你根本就没吃到味 知道吧 缺营养缺的力 我要再建议 好 其实吃的安利挺好的 不 你先不用了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人太辛苦了很多 哎 好 至少我给你判断 第一 你吃那个品牌 那个东西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只知道 那个品牌 不如远不止牛翠兰 第二 服务你的那个人 这个外行 没有服务 我不需要人服务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早来吃 那 我自己总共早 你还听不懂 服务你那个人是外行 你没人服务 你自己吃的 你不就是外行的 对 对 我不好说 你别叫我再说 晚上再拿 就是你不懂 不懂以后 该吃的可能别吃 不该吃 当然吃 对 你看你的脸色 那个脸色 发暗 对 发暗 对 对 对 有几个基因的问题 第二个有很便利 第三个随便利 是不是 来 我看你吃 你看 焦化也不会太好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说 就没有系统的了解 所以你这个时候 盲目地去吃一些东西 该吃的就没吃 不该吃的 你可能认为吃的很多 造成了什么 它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如果是好的品牌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它会浪费 不花点钱就是 对吧 就是没花在顶上 还是有钱的 对吧 对 我确实还想要再加分一下 这个概念 就说真的是 媒妇作用问题 刚才我听你说 我真的有点害怕 你敢让一个人 把240片 维他命B 12天把它吃掉 我确实害怕 12天 我一天就觉得 他吃掉的还有了 你看 我确实不能接受这个概念 你不能接受 他接受了 他消除了 这个牌子的20粒 比方说 有一个老板 突然发明了 痛苦 痛苦 脑袋就要撞墙 我就告诉他 一天吃一瓶B 他吃了一瓶半 第二天 你叫人吃人家真的敢吃 他都好了 都好几年了 这个人 你看 怎么还能敢不敢 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对吧 今天你吃了一片面包 你说我觉得没饱 我再吃一片行吗 你说行吗 行 我吃谁又没饱 再吃一片行吗 行 你说不行了 那到底吃那么多 能行吗 你也糊涂了吧 对 我告诉你 好的营养素 他就是在植物当中提取了你的饭当中本来应该有而缺少的那一部分 到底我确实懂 你确实不懂 你确实不懂 我确实不懂 我确实不懂 你确实不懂 因为提炼出来的就是那片面包 对 而你面包不该有的东西你都吃下去了 而面包里面有的东西是那里面拿过来的 对 就是大白粉 就是大白粉 你不学习就行 你光这么听 你下次 下次我再来 下次我再来 还在叫我 还在叫你 他们都不叫都黏着我 还在叫你 对不对 还在黏着我今天的课都是夹上的 对 你知道吧 你一时你打起来就来 你来学三天 绝对不是这样 对 没问题 你有这种 我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对 较劲 较劲 对 我 我的外号 你知道叫什么 叫杠头 杠头 而且是著名杠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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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的朋友 不是 不是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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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来 你多整几个件 开玩笑 快乐 快乐 不是 我说心里话 在这都是做做营销的 如果你做营销 如果在你的观念上 你没把这个东西放开的话 根本没办法进行 我发现 我发现你是个好英雄 我十几年前就是 我97年就应该是 那现在为啥不是 我没细心 为啥 我从97年就18例的会员 为啥没细心 跟错人了 对 上错 对吧 这会跟Merry就对了 好好跟她等我下班 下次来啊 下次来 下次来 我今天是安丽的团队 救了我 我跟鬼人了 我跟Eddie 我对你说 好 大家一说女星来最兴奋 我嬴气了 你最养劲就兴奋了 好的 那我们继续 好了 我看不到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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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莉莉莉莉莉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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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莉莉莉莉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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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多吃水量 要加強 多吃水量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先告一告 下回來哈 好 來 還有什麼 這大件事 還有這個 就是假康 這個大出來 還有分力 假康就是補充維生素E和鈣化 不是大量的補充乾淨來的份 假康就是那天你來的就好 我們講 全部講 好吧 老師 我有個朋友 他就是買營養產品然後過期了 然後他就問我 就是過期了還是吃嗎 能 我們的營養素大概是兩年 保持期 對吧 我們一定要自信的告訴他 兩年之內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這個兩年呢 我曾經問過專家 他是最保守的兩年 那你說錯過了加上一年呢 也沒問題 只是他最大的安全性 我告訴你兩年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你要說剛過了一周 剛過了幾個月 根本沒有問題 太飽了 知道吧 你要叫他相信 你說絕對沒有問題 要不然我重新給你買一瓶 我給你換 對吧 我自己吃 他就放心了 那不用了 那不用了 他就會這樣 就是我們叫他一下火 過期了 那你別吃了吧 這個是最大安全系數 安利都是最大的安全系數 你放心 那你就沿著這個 你的翻譯櫃都不要緊 會不會冰箱裡面 是不是會延長它的有效期 會的 它被氧化的可能性少 所以這個營養素 你要不吃 你盡量放在 避光 避熱 不要打開 被氧化 再說了 打開一點呢 也不要緊 你要趕快把它吃掉 在一個月之內 因為它每一款餐廳外面 都有一層氧化不好 碳氧化不好 它都不會馬上說 你打開所有的就被氧化 明白嗎 這個一般的都不會 老師我還有請問一下 就關於那個痛風 您能 又忘了 沒有 很多人也會急我 我受不清 吃一點微幣就好了 對 我就讓他們大概吃微幣 再去 怎麼樣的系統才來 我以為是在你 有什麼痛風 比較長一點病 來 來 來 我講痛風 痛風是怎麼回事 痛風 醫生叫什麼東西 這個我完整的講 因為在那天我講了 時間不夠 我就過去了 醫生講 瓢鱗 代謝 代謝 食肠 是不是指著這個 醫生都知道 這個叫瓢鱗代謝食肠 或者叫抑腸 什麼是瓢鱗 先要搞清楚 瓢鱗 瓢鱗 就是蛋白質的中間長 中間的 而這個瓢鱗 緊跟著要是繼續在體內經過被氧化 它是什麼東西 就是藥酸 就是 就是尿酸 所以蛋白質如果不能有 沒能有足夠的 充足的維生素 B足的幫助 因此就很容易產生尿酸 尿酸 加上我們體內的鹽 就形成了一種什麼東西呢 叫真狀物的結晶體 結晶體 所以解決痛風的最好的辦法就是 怎麼辦 把尿酸加起來 降到合理的指標上 就是在醫學超標範圍之內 它就沒有問題 那麼這個尿酸有兩種情況出現 第一 就是蛋白質的代謝失常了 蛋白質的代謝不好了出現了 第二個 尿酸是怎麼樣 就是細胞 我們的細胞 缺抑的情況下 細胞膜被氧化 細胞核就釋放出過多的尿酸 形成了結晶體 那這兩種呢 比方說第一個 蛋白代謝 每天大魚大肉 又是喝酒熬夜 是不是就會影響我們的肝臟的代謝 是蛋白的代謝失常的情況下 尿酸是不是就高了 這個能不能聽得懂 能聽得懂嗎 第二個 當我們缺乏微液的時候 當我們缺乏微生素B的時候 細胞膜被氧化 細胞核裡面的尿酸就釋放出來 所以你的血液當中的尿酸的濃度就這麼高 這就是原因 那有的說 醫生講了不能吃海鮮 通通的病人不能吃海鮮 你覺得對嗎 不能喝啤酒 你覺得對嗎 那些都是誘因 因為吃海鮮 它會怕你的蛋白代謝失常情況下 大量的尿酸產生 對吧 因為喝啤酒會消耗B族 會消耗B族 B族不夠了 蛋白代謝肯定就不夠了 對不對 尿酸就夠了 這就是他的醫生提出的原因 他的觀點就是這個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這樣完整的去認識 加上微生素B族 加上微生素E 就是最好的解決痛風的唯一的辦法 謝謝 這個能講清楚了吧 可以 謝謝 就是這樣 這一說瓢鱗這個 你就記住它是中間產物 比方說 我吃一條魚 或者是肉 或者是蝦 蝦 吃到肚子裡頭 如果我的肝臟代謝不完全的話 是不是瓢鱗就會出來了 是的 這就是中間產物 它就在這裡 可是我有足夠的維生素B族呢 它就沒有了 再說了 瓢鱗也不是沒有用啊 瓢鱗也不是沒有用 我們在講到鐵質液酸片的時候 是不是講到了 核糖核酸的形成 是不是要有瓢鱗加上B12 加上核心液酸 要加上這些東西 這個能記你就記 記不到就拉到 重點的B就是通風 我們能幫消費者解決就可以了 好不好 以上就這些問題 那我想講最後一個 咱就不問 不讓提問了 大概就這麼多 我們解決市場問題 要想解決市場問題 今天我們都是領導人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成為中間力量 要把這個營養 因為營養 是我們整個新西蘭市場的缺項 我大概 我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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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超市場 你們 也請 我們聊天 去